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列车变造的搬手一举转动了乡村振兴的车轮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让我们边走边看 行走乡间山水相伴 没有垃圾乱放污水横流 绿色已经成为浙江乡村发展的鲜明底色 现在我就到达了我的第一站安极县 这里呢也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云山里面的发源地 上世纪末安极曾大力发展矿石业 付出了环境污染的代价 援助村民大量搬出成了空心村 借着签问工程的东风 各村一边修复生态 一边念起大自然这本制服经 设计师出身的陈谷就应邀回到家乡 在衡山屋村建起小影半日村民宿集群 吸引了近200家民宿入住 还发展出图书馆 咖啡店 画室等业台 想问一下如果我是一个研究生毕业生 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在咱们这开一间民宿 我希望民宿主呢它有一个特产 第二点呢我希望民宿主自己能参与这个民宿的经营 我们的民宿的主人文化才能凸显出 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 当然 就像民宿主里人要各有所长 这几年各村里也在努力挖掘自身特色 在千年古刹金山四角下 坐落着茶茶之乡 金山村 想应乡村振兴的号召 村里整合了三千余亩茶园 建起了金山茶产业园 2022年金山茶宴入选了联合国人类非议项目 村里也把茶宴的重量环节 宋大流行的点茶记忆带到了游客面前 好像草坑变酱了 现在这个大环境的改变 我们村里就变转换模式了 做民宿 做其他的 然后因为我喜欢茶 我去宣传茶 然后我现在我把茶学出了以后 我又去教人家茶 这样也是增加了我的一个经济收入 同时又做了自己喜欢的事 也给我们进山去做宣传这样子的 就是一直都用的 有了文化的价值 如今浸山茶品牌价值 已达31亿人民币 文旅IP越发成为乡村价值 在发现的重要推力 背后其实是村民们 对文艺生活的追求 对 学得很快 对 我们就是这个 就是艺术相见的一个项目 然后来到村里 给我们村里的村民来普及和传唱我们绍兴莲花落 绍兴莲花落的特色 我刚已经听到方言了 对 一个是我们绍兴的方言 第二个呢 像我们莲花落的话 它就是短 平快 风趣幽默 通所易懂 老百姓它是以后的 来评判你做的对策 有句话叫六要复新修路 现在路途通了 你就怎么样改变老百姓的思路跟格局 是要通过文化 艺术这种方式 学创灵化 就是前一幕化的 改变村庄的老百姓的竞争民们 不要以为在村里当个文艺青年 就是天花板了 未来的浙江乡村 是属于数字游民的 这是一种仅靠移动设备和世界保持联系 时空自由 线上获得收入的乡村生活新方式 许宗以前是一名作家背包客 2021年他来到安吉 成为了DNA数字游民公社的主理人 公社先后吸引了400多位游民 来到这里创新创业 我觉得在乡村生活 有一个很重要的跟城市的大业 乡村的人的关系更近 我们的社交的质量更高 你在乡村的环境当中 你到处都有几乎遇到熟人 你推开一家店 一半的个人都是你的朋友 现在我们看到 城市有很多年轻人 是社交不足的 而在乡村 有一个自己人的社区 大家的社交本质解决 这是为什么 这么多年轻人聚集在乡村 大概不散 舒适乡村社交的秘密武器 大概就是用真心 我从头来这里长大 因为对这边也很有情景 我外婆家 放休了经常会到这边来 像你们这些朋友过来 我们就这里吃大招饭 我老婆喜欢做这个肉包 那我说到你们做好了 我们这些朋友都一起喝就这样 我们要用自己的那种 那么多年的传承的那种生活 在乡棒里也都来得开 想吃一吃自己的 做不是的 还好吃了 最后一站 我来到了东阳市的菜卢村 第一次经验见到无人离地基 菜卢小学的学生们 经常来到田里 学习水稻的种植情况 洗生 浇油 九五年出生的张静雅老师 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后 通过教师招聘 从家乡精华 考来了菜卢 你们啥会想到往这边考呢 因为这边挺好的呀 对吧 这项条件好吗 我觉得挺幸福的 因为我们校长对我们很好 校长平时会给我们 做饱饭呀 做中饭呀 会给我们做菜吃 是您给他们做的吗 对的 我们张老师不是这本地的人 我觉得他离家到我们这里 应该先管住他的 哦 还能留住他的人 那您看咱们这边 还缺不缺老师 缺你来的话 我就给你管吃管住 五天的时间 不足以概括浙江千万工程 二十年的九种为工 但是这样一居一夜 和美的乡村生活 已经让我疯狂心动了 怎么样朋友们 要不要考虑一下 咱们一起去当新村民吧 不知了 最后你好像还是说了 拜拜 大家很快 不要紧张凌智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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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